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说孝文帝传 今天咱们讲第三回看不清的过去 以前听过掌柜讲匈奴的那些朋友一定知道 对于草原民族的过去 我们其实知道的不多 史书上记载的很零碎 我们的历史都是比较关注中原 而且即便是中原这些历史经过这么多年岁月的魔力 现在存留的历史多数都是儒家写的历史 儒家历史的毛病是什么呢 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不怎么关心别人 甚至于都不怎么关心敌人 儒家总是教导我们说 做最好的自己让敌人都捉去吧 所以对于匈奴 对于经常被我们甚至作为敌人看待的这种草原民族 我们的历史书中多数时候的讲述都很模糊 而且呢 都是台这一种一种蔑视 我们大体上以前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去 去讲述美国的 真的 你看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是吧 更久远的 咱们就不说了 你从报纸上看到的美国都是问题 其实呢 其实 其实草原民族自有他们的可爱 并不能因为我们之间利益不同 就否认草原民族的小孩子也是一脸的天真烂漫 不但我们记录的历史很片面的 而且是很片段的 好多我们自己院子里的英雄都被我们忘记了 就更别说我们邻居家的 这也就不奇怪了 是吧 我们自己对邻居家的事常常记录的都很片段 你和邻居也是这样 比如邻居家打架了 让我们来评理 或者我们家有了冲突 他们家有了冲突 我们才看人家一眼 当我们讲邻居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讲的就是这些偏听偏信 甚至于有时候 讲乱了 是因为我们还带着自己的视角呢 一句话 是吧 我们是带着偏见在理解周围的世界 这不奇怪 这是一种正常人的正常视角 人都是有私心的 你讲述的历史出于本心的去讲述的历史 一定是带有私心的 所谓的公正无私 我认为 我认为做不到 更多的时候 你看历史上 其实我们都是 都是要站着人家的院子 写历史是告诉人家 我们没有看见 其实那都是假装看不见人家 你就像就如同讲汉朝 汉武帝讲这段民族战争历史的时候 我们是站在 站在人家世代生活的夏季牧场上 在那里 我们对全世界广播说 说匈奴人野蛮的入侵了我们 我们不得不反击他们 真的你在地图上画出过长城在哪吗 我们这回讲北魏呢 掌柜就准备站在这样一个 嗯 怎么说呢 比较世界的立场上 去去看看那些过去 我因为什么 因为我最近听说一个 一个历史的大教授说 说说中国应该回归中国人的视角 中国的历史现在到了回归中国人视角的时候 这句话我听完以后 我觉得很震惊 你们这帮搞历史的要干什么 在世界的历史中 是这样讲述文明的 就温带是很多古代文明的发源地 不太冷也不太热 一直到近代 你看欧洲的一些主要城市 地中海北部的城市 基本上都跟北京在同一个纬度上 欧洲这些文明 比较发源比较早的地 很少有超过哈尔滨的 纬度上超过哈尔滨的 人类文明起步的地 都是在温带 再往北 就是原来人们意义上的苦寒之地 就咱们说的北方民族 他们待的那个地 所以所谓的北方民族 并不是说地理上很优越的民族 是吧 你蒙古大草原 夏天去去 你觉得很舒服 很凉快 那是您冬天没去 是吧 别说去去内蒙了 是吧 掌柜现在待在 是吧 待在八达岭 我现在就深有体会 我的天冬天那个风啊 而非常南方的地方呢 在以前人类的能力很有限的时候 是吧 那些地区也不是太优越 热带 那是那是什么 那是自然力量非常强大的 是野生动物和和茂密森林 或者是极端干旱的大沙漠 他们统治的世界 我们人类在取得控制自然的强大力量以前 我们最能适应的气候就是温淡 所以我们的文明 你看我们的文明始于黄河流域 这不奇怪 这就是著名的北纬30度线 咱们西安大概就在北纬30度 北京是北纬40度 我们现在知道的所谓的尼罗河文明 尼罗河下游吧 尼罗河上游可能还是纬度低一点 尼罗河下游 两河流域 亚述是巴比伦 耶路撒冷 大马士革 地中海 欧洲地中海 沿岸的这些国家 这些北岸的国家 什么希腊 什么罗马 基本上都在这个范围内 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就是华夏民族 我们是占据了一个优势的地理位置的 实际上我们的文化未必就天生的优越 但是我们的文明却是优越 我们和北方民族的斗争 其实是在这样一种 一种地理的优越的条件下发生的 我们比他们先进 是首先是一种地理上的先进 中国的历史和所谓外族经历过三个阶段的斗争 那这是掌柜的一家之言 我自己总结的 是不是 对就对 不对拉倒 反正我自己是这么看 第一个阶段 是向东部斗争的阶段 或者叫东部和西部斗争的阶段 处在同一纬度上的两个亚洲民族的之间的斗争 这种斗争就反映在与农耕文明的斗争上 游猎文明和农耕文明相比 其实农耕文明更先进 对吗 但是在这种东西战争中 并不是先进的农耕文明打败了落后的游猎文明 正相反 你看远古 咱们历史上记录了两次 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斗争 第一次是什么 炎黄的斗争 皇帝打败了炎帝 这是什么文明 咱们换个咱们用欧洲人的视角去看这件事 这是什么文明打败了什么文明呢 如果你史书 我们史书中记录的那个事情 如果是靠谱的 那失败的炎黄是高级的农业文明 为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是吧 炎帝 失败的炎帝 炎帝是神农的后代 神农是中国农业的开端人 皇帝打败炎帝 其实是农业文明的一次在军事上的被征服 皇帝是什么文明 我们知道炎帝那是农业文明 皇帝呢 我们从现在你看历史的片段中 你大体上能够看出 皇帝是一个尚武的游猎部落 这是这是这是第一次战争 最后野蛮人做了贵族而农业民族成了奴隶 但是我们真的应该细看历史 细看文化 最终皇帝的部落 虽然在军事上战胜了 但是最后他们采用了炎帝的文化 游猎民族在战胜以后很快就农业化 为什么呀 那还用说吗 还是炎帝的生活方式更是舒服呀 是吧 地里撒几个种子 这他就有吃了 这不比你满山的追兔子强啊 这是咱们知道的第一次东西战争 谁是东谁是西 哎呀我跟你说这件事 真的不敢说了 从近代开始 谁在东谁在西 这件事就不断的在争论 甚至于中国和西方也在争论这件事 就我们就不肯承认 我们身上有西方的种 是吧 我不肯 我们就始终不肯承认 我们的祖先是从东亚那边过来的 我们是愿意认为 我们的文明都是独创的 所以你看史书上其实是说 我们是是从西向东发展的 就是皇帝其实在西 炎帝在靠东一些 而最靠东的是持有 但是从近代开始 你看近代的所有的历史书 都是说我们的文明是 是在东边产生的 然后呢 然后我们开始向西迁移 那我们的中原文化 我们开始是中原文化 而后我们迁入陕西的 而不是说我们是从陕西走出来的 到底是我们是从陕西来的 还是后来我们落户到陕西的呢 这个话题似乎 关乎到咱们文明的独创性的问题 我们一直是说 我们是孙悟空 我们的文化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掌柜在公众号里在写这个读书笔记 是吧 咱们就在读这个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 还在民国啊 那么那么强大的这种民族自卑感的压迫下 吕先生最后也不得不说 我们是向西迁移的 但是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 吕思勉先生在讲完这个事以后 给我们特别讲了另一件事 什么事 考古发现 什么地方 发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潮气 吕思勉先生给我们列了这样一张表 大家明白 这这这话是什么意思吗 就这一段和前面后面都不挨着 但是就说了这么一段 大家明白这什么意思吗 如果你在地图上 把它说的这些地点标出来 你会看到一个清晰的界线 界线的这边是一种淘气 界线的那边是另一种淘气 而我们看到在这条线西边的淘气 和中亚地中海的文明有极大的相似性 而在东面的淘气 其实自有其特殊风格 作为一个历史上 不断被别人征服的民族 我们写历史时候的偏激 你现在可以理解吗 这是一种不自信 我们总在纠结 我们的身体来自于哪里 我们的文明又来自于哪里 其实我们的文明足够强的 就是这个文明让我们走出了人类 历史上与众不同的道路 我们没有成为美洲 我们中国没有成为一个白人的世外桃源 你看我们也没有成为印度 成为一个种性制度当中 白种人的天堂 我们坚持了我们的中国 也许我们的身体被征服了 但是我们的文化最终战胜了 其实隐瞒基因 并不能让我们摆脱雷若 是吧 编造一些神话 也就是互能互能自己 再回避过去 回避过去 对恢复自信没有任何的帮助 它只会助长狂妄 自卑和自大 其实都是不自信 这就是我们知道的第二次战争 是吧 东西战争 就是华夏族 我们知道第二次 第一次战争 咱们说的就是东西战争 就是炎黄的战争 是吧 我们知道的第二次战争 就是华夏族和吃油的打争 华夏族在陕西 吃油呢 吃油大概在河南 吃油是个什么部落呢 是吧 它是个先进的部落 还是个落后的部落呢 史书当中确实有说 吃油和炎帝同族 他们都是江姓人 而且吃油 我们后来看啊 它已经掌握了 很高明的科学技术 史书当中说 他们可以驱赶猛兽 是吧 这就是说 他们已经开始饲养动物了 可以这么理解吧 而且你看 他们能炼铜 他们能有很丰富的种植 所以吃油是个农业文化 而且是个比炎帝 更发达的农业文明 最终炎黄的祖孙 炎黄 是吧 组成的华夏族 吞并了吃油 居然啊 这这又是一次高级文明被征服 在这样的东西斗争中 文化上进步的中部 是吧 我们我们不说东西 我们就说中部吧 是吧 减少一点 减少一点争议 炎帝文明 吃油文明 最终都被上午的皇帝文明消灭了 统一了 我们实现了东西的统一 我们从陕西走到了黄河的中下游 以后 大家知道 我们如果查一下春秋 战国 这些贵族的家谱 哪个贵族是吃油的后代啊 以后中国的贵族当中 你看有有最多的是皇帝的后代 是吧 有有少数是是炎帝的后代 有炎帝的后代做了贵族 其实你这个意思 大家明白吗 在东西战争的时候 获胜的是以后的贵族 而失败的那都是以后的奴隶 奴隶制度一开始 并不是一种经济现象 就是这样武力征服中建立起来的 一种社会关系 在最早的东西战争中 文明并没有获得胜利 反而是强权获得了胜利 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了奴隶社会 获胜的皇帝 那以后是贵族 跟着皇帝的炎帝 在战胜吃油以后 那是小贵族 而被征服的吃油的部落成为奴隶 要等到再次征服蛮夷 吃油他们这帮人 也许也会有更小的贵族出现 文明惹的祸 没有结束 从夏商周开始 中国开始了另一场 持续两千年的奴隶制时代 战争逐渐从东西战争变成南北战争 这个南北战争 并不是咱们说后来的南北战争 咱们说的是周朝最为激烈的南北战争 实际上是谁呢 是以周天子 以周为天子的北方贵族 和以楚国为王的南方贵族的战争 这是春秋战争的主权律 这是一场南北战争 这个时期啊 我们的历史记录开始多起来了 似乎呢 就出现一些混乱的认识 是吧 有点看不清了 掌柜给大家说一下自己的思路 南北战争是春秋战争的一个主题啊 这个咱们讲东周列国制的时候 我有意识的给大家讲过了 但是在南北战争这个主题下又同时有东西战争 就是所谓的春秋五霸和秦统一六国的战国七雄 似乎这仍然是传统的东西战争 但是如果你知道汉朝的建立是楚国势力的崛起 那最终你就会看清这还是一场南北战争 东西战争是次要的 最主要的还是南北战争 南北战争最终谁获胜了呢 这里有一点分歧 是吧 我们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在讲述这个问题的时候 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咱们自己的无产阶级史冠 掌柜也是无产阶级史冠的 是吧 我就从所有制这个角度去审视这段历史的 以前都是这样讲的 我也是这样讲的 是吧 我们是认为秦汉都是确定的封建制度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场大革命 最终是先进的封建制度代替了落后的奴隶制度 这是一场所有制的胜利 是先进的文明战胜了落后的文明 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 都是说秦朝采用了封建制度 而最终凭借着所有制的先进 秦朝在六国里凶起 刘邦呢 刘邦因为坚持封建制度战胜了 要走回头路 要恢复六国制度的项羽 秦朝统一六国和刘邦在楚汉战争中的胜利 都是所有制的胜利 他们今天的主流教育 都是这样讲述历史的 但是其实你细看 欧洲人 欧洲人很少讲咱们这一段 但是欧洲人在讲述欧洲历史的时候 欧洲也有这样的时期 就是各种王 是吧 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这种文明变迁 也有是从奴隶制度走向封建制度的这个过程 但是欧洲人很少去强调所有制的问题 他们比较强调的是军事强人 如果套用欧洲人的这个视角 我们去讲述历史中的东周和楚汉战争 其实这又是一次强权的胜利 和欧洲人讲述他们历史的结论是一样的 是吧 是一次先进文化的溃败 文明和文化是两个概念 你说你说东周 咱们说文化最先进的地区是哪啊 当然是是中原 谁落后啊 秦国肯定是个文化上落后的地区 我我我再说这话南方人别在意啊 因为从从基因上说 现在的南方人不是不是周朝的南方人 现在南方人就是讲东周列国制的时候的北方人 现在的北方人呢都还在草原呢 我说这个南方人是是是已经已经远走他乡的那些南方人 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楚国其实文化上是很落后的 你就说宗教信仰上来说 是吧 周朝这些贵族都开始祭天的时候 那楚国还还巫术呢 南方当时算蛮荒 就整体上来说 秦是偏远 那无处就就是蛮荒 你说在在文化上谁先进 谁落后 你这样一理解 这就和欧洲人讲述的地中海文明一致 又是一个在文化上落后 但是好战的秦国最终获胜了 在文化上更落后 但是军事上更强硬的楚国 又赢了 我再强调一下啊 掌柜不是老师 是吧 我我说这些 我只是个自由的讲述者 是吧 抛砖引玉吧 算是 一个我是一个在历史中 独自摸索的求知者 所以我从来没有想把我的思想强加给谁的意思 我是认为我有我的历史 你有你的历史 咱们的历史不必相通 所以我的讲述只是 只是我自己状态 学习状态的一个反应 是吧 我不代表任何势力 我也不为任何其他人宣讲 我只代表我自己 我上的所有历史课都让我确信 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 那是一种必然 这背后的力量是生产力的进步 我至今仍然确信 但是随着随着我们看历史书的增加呀 其实逐渐的开始有一个困惑 一直存在于思考之后 所有制的变化和政权的变更 是一回事吗 秦国建立了 奴隶制就消失了吗 那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在汉朝的史书中看到的 在汉朝一次又一次颁布的 那些废奴的命令是怎么回事呢 似乎奴隶制这种制度 并没有随着周朝的灭亡而被根据 甚至在我们认为 铁板钉钉的封建制的大汉朝 奴隶制仍然长期的存在 在讲曹操传的时候 掌柜就很少提到布曲这个概念 因为什么 因为布曲其实带有明显的 从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过渡的特种 布曲中的人是没有人身自由的 喜欢历史的朋友 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两进 是吧 两进的士族 其实两进的士族的概念 大家真的应该特别关注 一直到两进士族的崛起 我们才看到一个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出现 东汉也有士族 但是他和两进的士族完全不同 东进的士族实际上 就是说东汉 东汉的士族实际上仍然是贵族 他和两进的士族的贵 到两进士族和贵族才有了明显的区别 他们都控制着政权 但是这背后的原理完全不同 东汉的士族控制政权靠的是基因 而两进的士族控制政权靠什么 靠财富 掌柜心中的困惑就是 似乎秦和汉就不是一个确定的封建制度 而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一个漫长的过渡 所有制的变和变更和和政权的变革 虽然密切相关但不是同步的 这和欧洲人讲的 科学对社会的推动和文化对社会进步的阻碍是一样的 生产力对社会的推动和所有制 对社会的阻碍 这是一回事 这都是一种对立 这种阻碍其实在咱们现实生活中就是宁肯灭亡也不肯改变的那种坚持 没办法 最终社会社会在这些阻碍 如他们所愿真的灭亡以前 似乎也没有办法前进 文化对社会的进步是一种阻力 是吧 说这些你要干嘛呀 你要干什么呀 让我们听着挺揪心的 我想说的是以后讲北魏的时候要讲的北方民族的胜利其实不是偶然的 他们的胜利才是历史的规律 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不仅仅北魏获胜 以后的契丹人也赢了 是吧 在契丹人之前 还有沙土人 在契丹人之后呢 那就更多了 金人 女真人 蒙古人 是吧 到最后的满族人 北方民族其实 才是规律中获胜的民族 掌柜始终都发不了财 就是因为太固执 是吧 这是这是小助手给掌柜的评语 这个评语他们遗传 我我记起来了 是吧 奶奶也是这么评价爷爷的 太固执 是吧 太多看不惯 所以不得知 我老妈也是这么评价 我老爸的 不肯河流 所以一辈子给人当阶梯 我现在觉得恐怕小掌柜 也逃不出这个埋怨 这就是 这是 眼归正传 这是南北战争 我们经历过的 不是说我们经历过的 而是我们看到过的第二个时期 秦汉时期 是吧 这是一个混乱的时期 但是我们经历的第三个时期 就非常清楚 我们经历的第一个时期是东西战争 第二个是南北战争 我们还经历了第三个时期 仍然是南北战争 第三次的南北战争 才是让我们愤怒 也让今天的我们非常羞愧的事情 虽然仍然我们称之为南北战争 但是主角已经换了 州的贵族和楚的贵族已经合并了 他们现在面临的 共同面对的是来自北方 主要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和对我们的征服 在这个漫长的时期 我们不断的被北方民族侵略 一次次的重复着同一个话题 从所有制的关系上 我们这个强大的封建制国家 一次次被那些弱小的奴隶制国家颠覆 好多统治我们的北方民族 甚至于连奴隶制都算不上 我们马上要讲显卑人 显卑人的风俗 大家以后仔细想想 他们到底在哪个所有制时期 他们对私有财产的漠视 是吧 他们当中好几个大王 是跟着母亲长大的这种部落风俗 就种种迹象 史书上说那都是蛮荒 其实从所有制上 我们看待这种蛮荒 他们还没走入奴隶制呢 连奴隶制他们都没走到呢 但是最后他们就是凭借着上武 凭借着强大武力上的强大 他就征服了我们这么发达的封建制 面对那些不入流的所有制 我们的先进文化是一次次的被羞辱 在解释这个现象的时候 你看历史中又出现了不同 那我们这一回集中的把这些不同 都给大家讲讲 以后这个话题我再也不说了 我自己现在说了都害怕 今天讲的有点激动了 是不是 说一会让我也痛快痛 我们说啊 请注意这些北方民族最终 无一例外的都汉化 所以这仍然是先进的文明 战胜了落后文明 我们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我们从来都是这么讲的 可是当我们看西方历史的时候 我跟你说西方人很少这么讲故事 你看他们西方人最愿意讲十字军 是吧 咱们不说宗教的事情 这里没有宗教的事 咱们就说十字军 他们说的是农业文明 西方人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们讲农业文明天生就软弱 这确实对 是吧 你看咱们历史上几次 几次所谓和平时代 我们从军事转为农业 我们都是把金属从兵器 铸成了农具 所以我们软弱 但是农业文明的好处 也有好处 农业文明就是纪律性强 但是这种纪律性强 你要把它发挥出来 需要一种力量 把我们团结起来 只有团结在一块 在走在一个队伍里 我们才会 我们的纪律性才能表现出来 只有说我们农业文明 表现出我们的纪律性 我们才能战胜那些 那些野蛮的凶恶的蛮族 曾经无数次被我们 征服我们的野蛮 我们只有通过 通过纪律性战胜他们 西方人讲 十字军的故事 他们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让欧洲的农业文明 在中世纪突然变得那么强大 什么呢 两件事 第一件事 大家看十字军故事的时候 第一件事是 谁领导了十字军 西方人说是英雄 没有英雄 就没有十字军 第二件 十字军为什么会团结起来 什么力量让这个十字军形成 是信仰 基督教精神 我总觉得 中国走入了一个循环 虽然我们不断的通过各种改良 变法 我们改善我们的社会 但是其实总也没有走出来 农业文明的富足和农业文明的软弱 所以我们的世界一次次的被推倒重来 然后呢 重来以后再被推倒 这些是我们在讲北魏以前掌柜认为 大家应该知道的 就是北魏的故事 其实不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身边上演 也不是最后一次 但是大家一定要想想 为什么这成为我们的一个循环 成为我们历史中走不出来的一种必然 而其实当我们看其他民族 看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的时候 他们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你看日本 日本文化跟我们相似吧 但是日本历史上只有一个天皇 你看欧洲 确实他们一开始和我们有一样的动乱 但是随后从中世纪他们就开始 开始的一场一无反顾的崛起 到今天他们把世界踩在脚下 我今天讲了这么长时间 我今天讲激动 平静一点 我说这些都是瞎扯 你想得通 想不通 其实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只是有一件事 如果你真的想通了 你会放下生命中的很多的自卑 和这些自卑产生的偏执 带着敬意 真的当你带着敬意去看向 看向过去 看向那些无可奈何的先人 是吧 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善意 你才能看到 我们改变不了历史 改变历史 这毫无意义 只会让我们更自卑 我们也改变不了现在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诚实地面对过去 让自己快乐起来 直面过去的屈辱和苦难 没有什么未来说 我们能预知 但是 我们可以带着微笑 走向未来 你说对吗 为什么要 要思考历史 为什么要听掌柜讲故事 读历史 掌柜告诉你 读到深处 最终 一定会有 年花 一笑 好了 今天 我们的节目就讲到这里 下一回 咱们 继续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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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